这个男人有多嚣张 不仅身负十条人命 还将杀人经历写进书里 更是召开新书发布会 宣传自己的杀人手法 这一顿神操作 引来不少新闻媒体围观 有人质疑他杀人犯的身份 但是书里的细节不可能造假 男人也是掏出X光照片 展示当年留下的伤口 子弹如今还留在身体里 也有人放花痴 因为男人长相出众 记者三观跟着五观跑 男人笑而不语 只是喊话当年追捕他的警察 表面诚挚地道歉 手却摸上了嘴角 原来警察嘴上有道伤疤 就是当年被他锁伤 可是男人凭什么这么嚣张 难道不怕被抓进去制裁吗 诶 他还真不怕 原来韩国有法律规定 诉讼期一旦超过15年 就会停止诉讼 也就是说即使知道男人是杀人犯 也无法将他制裁 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书 男人特地跑到孤儿院 捐款一亿含远 更是不惜冒着大雨 跪在受害者的家门前 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媒体们纷纷夸赞男人的真诚 却不知道在他们看不到角度 男人正朝家属咧嘴讥笑着 这一下子就惹怒了家属了 本来就有身仇血痕 如今更是上门挑衅 这还了的 一个巴掌便抽了过去 媒体瞬间哗然 接着男人来到警局 找到当年追捕他的警官 不过警官可不惯着他 拍开了男人伸出的手 这可把他的小迷妹心疼坏了 没错 通过一系列的洗白 加上长相出众的颜值 已经收获了一堆狂热粉丝 男人俯身在警官耳边 不知道低声轻语了什么 只见警官抓起炸酱面 一把丢了过去 不过男人不气也不忙 只是离开了派出所 到了晚上的时候 经纪人还在大肆夸赞 男人的手段高明 就在倒满红酒 想要举杯庆祝的时候 男人恶狠狠地盯着他 无论是什么原因 自己受尽屈辱的事 总不希望被人大肆宣扬 更何况眼前的人 还是个杀人犯 经纪人唯唯诺诺 被男人强大的气场给吓到了 也只能阿鱼了一番 在深山处的一座老宅里 一群人聚在了一起 他们都是受害者家属 而凶手正是出书的男人 他们商量着计策 既然法律处理不了 那么由他们来替天行道 注意看 有条蛇在泳池里 这个男人丝毫没有注意 就被蛇一口咬在脸上 随后便被男人丢了出去 紧接着 更多的蛇游了过来 男人不停地拍打着水面 利用剑起的水花 阻碍了蛇群的靠近 随后快速游到岸边 被一旁的保镖拉起 然而这是蛇毒已经发作 男人只能痛苦地抽搐着 保镖们火速地将他背下楼 门口的救护车已经等候多时了 刚把男人推上车时 却又来了一辆救护车 眼看事情败露 这个男护士掏出刀子 可退了众人 随后驱车离去 崔警官听到了广播 立马驱车前往现场 却与救护车擦肩而过 而他立马认出了 司机正是当年的受害者家属之一 原来他们是受害者家属 可还是让他们逃走了 因为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轻而易举地追踪到了位置 崔警官独自驱车来到山里 男人此时被绑在椅子上 众人正准备上前教训一番 崔警官及时关掉了房间的灯 因着有专业的装备 夜市已 所以很轻松地把人捞走了 只是过程中发出些声响 手指和脖子受了点伤 等到他们追出来的时候 崔警官已经开上车了 老头立马放出家里的狗 他的女儿也是拿起弓弄 朝着他们射击 一发弓箭射在了座椅上 再一发则误伤了自己的爱犬 崔警官也有惊无险地逃脱了 只不过他并没有把人带回警局 而是放回了原来的住处 男人并没有透露被绑架的事 而是对外宣称遇到狂热粉丝 受害者家属来到警局 一眼看到了崔警官的伤口 立马知道了昨晚营救的人 正是崔警官 上前扇了他一巴掌 随后愤愤然离喜 电视台这边 他们策划了一场直播访谈 邀请男人和崔警官一起 面对侃侃而谈的男人 崔警官第一时间否认了 他杀人犯的身份 认为男人只是利用社会热点 为自己新书做推广的诈骗犯罢 而因着超高颜值 门口已经聚集了一批狂热的粉丝 他们维护他们哥哥的人设 既然哥哥说自己是杀人犯 自己也要无条件支持他 而此时场外热线里 一个自称倔的男人 他的加入使得原本明朗的局面 瞬间变得扑朔迷离 这个男人身负十条命案 却从未坐过牢 还和追捕他的警官 一同参加综艺节目 你以为这是节目剧本吗 不 其实是因为一条奇葩法律 只要诉讼期过了15年 那么就不能再进行追责了 更嚣张的是 男人将杀人手法写成自传 在诉讼期过期当天公开身份 如此一来 便获得巨大的热点 这本名为 《我是杀人犯》的书 已经给他带来超过 200亿韩元的收入 而就在直播的时候 一个场外热线打了进来 一个自称倔的神秘人 接连问了男人几个问题 男人不以为意 以为对方就是自己的一个粉丝 而这时候 怎么回事 这年头争得当杀人犯呢 还是头一次见 神秘人据留给了警察当年的凶器 里面还有崔警官的血液 男人也不甘示弱 晒出家里失窃的照片 表示对方就只是个小偷 偷走了自己保险柜里的凶器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 隽提出了继续电视直播 而这次要变成三方会谈 等到了直播开始 隽才缓缓出现 只见他脱下命局 一副阴狠的表情和一头长发 汪哥直接宣布他是本次 《我是杀人犯》竞选中的第一名 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 他向记者提供了 第十一个受害者的埋尸地点 随着遗骸被挖出 崔警官变得不太淡定了 原来这第十一个受害者 正是他的未婚妻 这么多年来一直找不到尸体 这时候矛头只向男人了 既然凶手是倔 那么他又是谁 只见男人语出惊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崔警官和男人的计划 却把受害者的磁带寄给他们 又在崔警官的嘴上留下伤口 足以说明他是个爱出风透的人 如今被人冒名顶替了身份 他怎么甘心 所以崔警官想到了这个计划 作为受害者的家属兼警察 他最清楚当年案件的细节了 而男人则是第一个被害女性的儿子 一切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却却一点都不慌 法定诉讼期都过了你还能奈我何 然和这一切终究逃脱不过 崔警官的算计 他们从最后一盒受害者磁带里 听到了别的声音 里面正是当年十四届总统选票的直播 而换算成今年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今天才是诉讼期的最后一天 却当时就懵了 原来还有这种操作 祈求着崔警官的原谅 却在下一秒开始挑衅他 还不断学着未婚妻子求饶的模样 这一次彻底点燃了崔警官的怒火 掏出手枪准备解决了这个变态 不料同事冲上来阻拦 一不小心打到了演播厅里的灯 房间顿时陷入黑暗 就趁机溜了出去 崔警官也赶紧追了出去 一番追逐过后 崔警官在八百里开外的路上 制服了杀人犯决 就在他准备开枪解决的时候 同事又赶到了 他们还是阻止了崔警官 眼睁睁地看着时间过了诉讼期 男人这时抄起地上的碎玻璃 他要亲自为他母亲报仇 一旁眼尖的警察纷纷拦住了他 就在这时崔警官的准账母娘上前 准备将一根装有毒液的钢笔刺向他 却被崔警官拦住了 面对决肆无忌惮的绩效 崔警官并没有选择原谅 而是结果钢笔亲手了解了决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由于过了诉讼期 崔警官被判了五年监狱 等到出来的那一天 虽然适者已逝 但是总算大仇得报 他们合了张颖 面带着微笑 总算了解了异常夙愿 电影《我是杀人犯》 影片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为此韩国还特意修改法律 将15年的诉讼期 提升至25年 为正义多留出10年时间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是绝不会缺席 如果你眼下经历的事并不美好 你也一定要相信 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